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戈壁 他这场堪称淡晚教科书级别的live show 很快冲上热搜访 不少路人因这一分钟的视频 才第一次认识了许静运 一开口 气场十足 果然是英皇级别的人物 天籁之音 毕业了的101小姐妹 都为他打call 欢呼喝彩 但是观众席的音乐制片人 肯定听不懂粤语 观众眼睛一直盯着现场直播屏幕的提词器 现场观众听得懂粤语的 从他一开口就开始尖叫了 网上的弹幕都在夸许静运 网友都是听得懂粤语的吧 比现场气氛还要热烈 许静运一曲《K歌之王》 连缘唱 陈奕迅 来了都心探口服吧 董粤语都听得出决赛那天 许静运是全场唱得最好的 当之无愧的《K歌之王》 为什么粤语金曲在歌坛一直剩九不拴 因为粤语是雅言 有九剩六调 而普通话的调值只有四个 加上广东歌作词人 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 就是作词的时候 要保证前后词语的声调走向和音乐旋律的音调走向一致 一些经典的乐语金曲一直在传唱 创造101的许静运一曲《K歌之王》 让那些英文歌 国语歌都黯然失色 甚至比陈奕迅原唱版的还有动听 如果许静运早一点演唱经典的乐语歌曲 那火箭少女就没有别人什么事了 决赛后 很多网友为他未能出道名不平 但许静运自己心态却很稳 反而是为好友李子玄 没能走到最后而不甘哭泣 他自认已在比赛中赢了很多 赢了很多朋友 赢了很多演出的机会 近日英个人工作缘故来北京宣传 一集日程中 许静运也不忘忙里偷闲 遇上101姐妹子宁 吴应湘 吴小雨 李子玄等人 句一句 不但做几个女生约定等工作再稳一些 并要一起组个旅游局 静运令透露101里Vocal最强的3A姐妹花 陈芳雨 吴应湘 许静运也有在密谋 正是合唱单曲什么的 指日可待哦 好啦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 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搭一搭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